Hello 大家好 很久都沒有出過片 不好意思 因為最近都很忙 完全沒有時間出片 今天有看過新聞 講關於美股 最近有很多疫苗的事件 有些緊急的事件 想更新一下大家 一些我看法 今天主要有兩件事想說 第一就是美股 第二就是疫苗 先說一下美股 今天看到新聞說什麼呢 就是現在股市 指聲不跌 這個就 可以不是空想的 因為它的理據是為什麼呢 因為由2008年開始 貨幣政策扭曲了 原來印錢可以令到 股市不會跌 所以我今天就想去 說一下這件事 是不是股市會不會跌的呢 首先 其實內去去都是說 貨幣的數字遊戲 是什麼數字遊戲呢 就是 2008年的時候 我們拿著的銀子 和2020年的時候 我們今天 2021年 現在拿著的銀子 是否買到同樣的東西 是否買到同樣的東西呢 2008年 你買到你的樓價多少錢 今天你的樓價多少錢 好了 我只是說一個行指 2008年到現在 可能都沒有怎麼動過 都是大約這些位置 即是說 可能股市沒有跌到 那是否真的沒有跌呢 我們現在的銀子 但是購買力是否低了很多 同樣的東西 我們拿著的股票 同一個價值 拿回一些錢出來買東西 是不是少了 那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股市正在跌 只不過是貨幣的價格 即是貨幣的銀馬 是沒有跌到的 數字沒有跌到 但是購買力弱了 其實股市一直都跌 即使現在美股市 升到三萬點也好 甚至上來三萬點也好 股市的數字表面上升了一倍 但是購買力呢 購買力是否還是多了一倍呢 不是吧 只是說香港的樓價 都不知道升了多少倍 由2008年到現在 所以呢 這個 這個購買力其實已經在跌 即是你跟我說只升不跌 是 表面上是 但是 因為印錢出來 將它泡沫化了 所以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另外說的是 現在看到的美股 升了上來了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好像現在全民都覺得 拜登上場 可能開始穩定一點 那市就升了上來了 那現在呢 我看到的問題 或者是我自己 純粹自己的看法 接下來的市場 可能會再升的 可能會 即時升到 三萬五四萬點 都不奇怪 香港的益都會跟著上 但是這個升勢可能是 很短時間會出現 可能幾個星期 或者一兩個月 可能會升五千至一萬點 都不奇怪 絕對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這個升幅 會有什麼隱憂在後面呢 就是 這個叫做消耗性的急升 什麼消耗性急升呢 就是 全民的 全民街股 就是全部人都拿自己的錢 譬如現在 覺得疫情都沒有好買 對不對 那個股市好像很穩定 都是升的 那每個人都拿了整副身家去賣 在股票裡 那這個就叫做消耗性急升 當全部人的錢放在股市裡 之後 沒有錢再放進去 沒有錢再支撐股市的話 股市就升不了了 那到時候會怎樣 到時候如果一有人沽貨 股市開始跌的時候 就會引來一個恐慌性的拋售 這樣就會跌得很快 人永遠都是恐慌 是很快的 那件事 而這個升市呢 非常擔憂 你可以賭的 你可以賭的 你可以賭這個升幅 但是 真的賭 而且你要非常安全 就是 可能用一些 駐馬你自己控制一些 不要抹太多 我相信會升的 短期是會有一個很樂觀的情緒 但是 非常擔心之後 去下來 那一刻是 很恐怖 對了 大家小心一點 衡量一下風險 那你說 那如果股市 不能買的 買什麼好 都是那句 貴金屬的 都是走不走的 因為現在 你講印錢 拜登上場又說 要1.9萬億 貴金屬是必升無異的 因為錢只會越來越不值錢 所以 比較長遠穩陣的 我都會繼續賣 金屬和銀 是我現在都是繼續賣的 小小一點也好 多一點也好 自己覺得能力範圍 買到咪 可以考慮 去逐一逐一去 去儲貨 好了 大致上講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在你下面去問 好 另外一件事 就是想說的疫苗 現在香港進來會鼓勵別人接種 全世界都鼓勵別人接種 其實我自己 就非常反對打疫苗 我自己 我自己不會打疫苗 是一定不會打的 那疫苗大家 想分一下是什麼來的 疫苗不是一種藥 疫苗純粹只不過是將 中國這個滅活性的疫苗 將一些本身的 菌 打死了它 沒有了病毒的能力 但是還有在這裡 將這個菌 打到你的身體 讓你的身體產生 一個免疫的反應 從而令到你 可以有這個抵抗力 可以對抗到這個病毒 那就是說什麼 它不是一種藥 只不過是打一些菌 讓你的身體適應 出現一些免疫反應 那就是由頭到尾 都是誰去醫治自己 就是你自己去醫治自己 那 既然是要你自己去醫治自己的話 那就是沒有藥是幫到我們的 那為什麼要打一些毒 我們身體上 打一些毒 我們身體上 現在這隻的疫苗 基本上是 它那個時間 以前的疫苗要10年 現在這隻疫苗 一年都不夠 就出來了 其實它的測試是非常之少 是非常之不足夠 也有人死過 也有人是面癱 那些 很多未知數 那既然我們沒有試 所以為什麼要無緣無故 沒有這個險去打這個疫苗呢 是不是 還有現在的病毒 根本上 其實那個 殺傷力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都是2-3%的死亡率 跟殺死是差很遠的 那我自己就一定不會去打 那你們自己衡量了 因為其實打這個疫苗下去 反正都是靠你自己的身體 去釋出抵抗 有免疫力去抵抗 那不如我們自己做多些運動 不要吃垃圾食物 保持健康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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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病人就不用害怕 不要太恐慌 在這件事上 那當然老人家 可能是長期病患 或者那些可能有需要的 但如果你有年輕人 基本上我覺得 就 不是太大需要打疫苗 打疫苗我就有個WIS 我不打 我在 我的WIS可能更小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大家自己衡量 那 當然先說到這裡 我接下來 因為都沒什麼時間去出片 所以如果有突發東西 我都會更新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覺得有些急性 即現在的股市其實都高 大家小心 可能很快會有機會 有個很嚴重的下跌 那有什麼突發東西 我會再更新 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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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